《黑色九月恐怖组织》 甚至上百年时间都没办法消灭 尤其是基地组织塔利班等 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带头剿灭了几十年 都没办法消灭 到现在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还是活得好好的 但是也有组织直接覆灭 例如曾经标判的黑色九月组织 因为招惹了以色列 结果被以色列全球绞杀 现在都覆灭了 那到底为啥呢 黑色九月组织是二战后 1960年代在黎巴嫩成立的恐怖组织 主要成员是当时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 在1960年代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遭到约旦的打击 当时死伤惨重 为此 这次事件被称为黑色九月事件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残余势力 跑到黎巴嫩 其中的极端派别 组成黑色九月组织 这可 组织属于巴勒斯坦众多组织中最极端的组织 希望通过血腥的恐怖袭击 打击对手 打击以色列 其手段多是直接的暗杀和绑架 在成立后 70年代 基联制造了几起暗杀 震惊了世界 1971年11月28日 黑色九月暗杀了约旦首相巴西非阿尔达尔 以报复约旦对于当年对自己的杀戮 一时之间 震惊中东 也使得黑色九月组织开始为人所知 紧接着12月5号 再次暗杀当时约旦驻英国大使策伊德阿尔利法伊 1972年5月 劫持以色列的571航班 但是最终被以色列解救 还被以色列抓捕了243名黑色九月的成员 但是这个圣级一时 嚣张的极端恐怖组织 在80年代后基本绝技 到现在基本上再也没有听说了 整个存在了20多年 就彻底消失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个组织是以色列全球绞杀下 彻底消灭的 以色列从1972年开始 由摩萨德成立专门暗杀组织 但号上帝在全球范围内 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黑色九月的领导人和成员 整整九年时间几乎将黑色九月杀绝了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 黑色九月主要针对约旦和以色列 约旦首相被杀了 约旦都没报复 但是为何却被以色列绞杀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1972年8月 黑色九月组织彻底激怒了以色列 在当年8月 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奥运会上 黑色九月组织对以色列当时参加奥运会的11名运动员下手 绑架运动员 要求以色列释放243名被抓捕的成员 这遭到了拒绝 最终黑色九月组织将他们全部杀害 这个事件震惊世界 因为奥运会运动员被集体杀害 这还是首次前所未有 而且奥运会那时和平盛会 在奥运会杀人 那时激怒了世界 也彻底激怒了以色列 以色列独立以来 一直以彪悍著称 谁杀一个以 四列人都要报复到底 更何况是11名国保级的运动员 为此 当时以色列总理下达追杀令 要求摩萨德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彻底绝对地消灭黑色九月 而黑色九月 因为在奥运会的暴行 因此 被世界抛弃 没有国家和财团敢支持 因此 在以色列总理带领下 摩萨德全力出击 在世界范围内 看见黑色九月成员就杀 整整绞杀了九年时间 到1981年 基本上就杀干净了 核心成员和领导全部死亡 这个组织也彻底消失了 因此 现在世界重要恐怖组织名单上 没有黑色九月这个组织了 欢迎关注揭秘历史背后真相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文献 中东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